你干不干我好 你干不干我好 我干 我真的是很喜欢他这个 怎么讲那个 用眼泪重成的这颗现眼罩 还是咸口的呢 男孩学一学 这招真的是太好了 我觉得这样 这两个相比表现 应该观众朋友来评判一下 到底谁的表现好 够极致 记住那个极致 我觉得在求爱的过程当中 极致是很重要的 一个女孩子呢 可能不会被她的金钱 被她的地位所打动 但是可能会被她的 这个聪明才智所打动 各位 觉着这个 健健 她表现非常好的 咱们用热情的掌声告诉大家 不过 觉着伦伦表现非常好的 用掌声告诉大家 非常非常地好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 说到大学时代 我觉得还有一样 让我们所有大学生都特头疼的事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都特困难是吧 是 每天早上闹钟一响 我就特别像被床绑架了 就真起不来 闹钟响 我曾经定过三个点的闹钟 6点10分 6点15 6点20 三遍闹钟都没把我叫醒 后来我就跟我的室友说 我说你们 谁要是能掀起来的话 你无论用什么方式 你把我叫起来 不然老师总批我 你知道吗 叫人起床有很多 惨绝人寰的方法 真的吗 嗯 哦 哦